铁矿石价格强势回歸 铁矿石价格强势回歸 澳洲矿业股能否触底反弹? 大家好 欢迎收看ACY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本周各大金融商品的走势非常相似 伴随奥密扩容病毒的三次重要消息 价格下跌呈现了三连跳 其中美国三大股指更是遭受了重创 不过对比全球股市的表现 各大指数的下跌幅度存在巨大的差异 尤其是澳洲股指 今日早盘已经有转涨的迹象 其背后的原因 一方面是澳洲市场目前没有加息的压力 另一方面则是铁矿石价格近期的回暖 事实上变种病毒的恐慌 同样令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 但铁矿石的价格却是逆势走高 再度回到每吨100美元大关之上 铁矿石的转强主要是受到国内震动 政策的影响 此前国内钢铁线产引发了铁矿价格暴跌 而近期探达峰的方案靴子落地 反而令铁矿石利空出境 价格底部成型开始了反弹 虽然这波短线的转涨并不意味着长线趋势 但对于本就低迷的矿业股价 却有着较强的支撑效果 从BHP日线图来看 昨日股价随铁矿石上涨 K线已经突破了底部紧线 双底形态成立 下方的支撑转强 今日开盘 美国股指的颓势并未能过多影响到股价 K线低开高走 同样体现了底部支撑 因此交易策略以短线跟随作多为主 关注39紧线位置的回踩机会 需要注意 由于国内正在布局5年铁矿的发展计划 意图摆脱对于海外高品位铁矿的依赖 中线来看同样存在利空的压制 这波股价的反弹可能无法形成趋势 多单入场可以采用金字塔结构 在39和37.5两个位置分批入场 将35.6作为严格止损的参考 限价上方的第一阻力在42.5附近 本周的疫情恐慌虽然令各大金属呈现大跌 但回顾去年的行情 疫情对于供应端的影响远超过需求端 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的讲话中能够发现 货币政策已经无法解决供应链问题 疫情才是一直以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元凶 因此金属类大宗商品的粉底做多 是近期值得关注的机会 尤其是新能源转型过程中所谓的绿色金属 其中包括了铜、镍、蒙、菇、黎等等 均可能出现供需错配的持续扩大 从金属镍日线图来看 年初开始镍价强势上涨 100日均线稳定向上 不断为价格提供支撑 虽然K线震荡幅度较大 但整体处在多重上升通道当中 本周由于疫情的恐慌导致镍价高位回落 反而给予多头交易者入场的机会 交易策略采用通道下沿 坟低作多为主 不过由于情绪面不容易判断 多单入场时机需要配合技术面的指标 可以等待K线价格触及到不灵带下沿 同时随机指标形成超卖区金叉形态 以增加入场的胜率 限价下方的支撑在19200附近 19000的整数位关口 可以作为严格止损的参考 采用左侧交易的模式相应扩大盈亏比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关注数据 欧元区有10月份PPI月率 10月份失业率 美国方面有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 当周EIA天然气库存 此外OPEC组织将于今日举办阅读会议 需要重点关注其增产的力度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